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后行也是要包括 加持八达本尊心咒 圆满咒 回向等等 那这样子才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仪轨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解说到这里 那待会我们再请根本传诚上识 为我们补充说法上面的不足 传法的不足 非常感谢主持上师的传法 我们现在虔诚敬听 恭请圣尊连身活佛 为我们做补充说明 主持上师 各位上师 各位法师 各位同盟 大家午安 首先呢 鼎礼 生活中主持 了名和尚 徒登达 徒登达尔吉上师 十六次大宝宝王喀玛巴 撒家正空上师 祈请祖师加持 一切圆满吉祥 我今天这个上座 早上比较没有注意 然后下午 我是准备了纸张 那我自己没有笔 然后就找这个法座上 看看没有笔 找了半天 没有笔 这个 我是想 每一次啊 组织上师说法的时候 我要记录下来 有些啊 他讲得很好的 我们必须要赞扬 有些 他讲得有点差错的 就是要念咒 念这个修理修理 马哈修理 修修理索哈 这个找不到笔 要招呼别人 拿笔来也不太好意思 所以刚才都没有记 这个没有笔 当然我知道 那个不是雷赏市董事长的意思 我晓得 他不是 绝对不是他的意思 是工作人员 很小很小的一个书夫 我始终讲说 每一个礼拜六啊 在雷赏市说法的时候 都有一支笔 然后一张纸 那个书夹子夹着这样 听听啊 我就写 跟着后面啊 就可以跟上一点 现在没有呢 只有讲我自己的 然后稍微补充一下 我今天早上哦 这个我妈妈讲的这个 其实我没有讲完啦 她要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她 这个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她讲她有来 而且她还带这个联品上司来 这个要补充的 然后她讲她那边 欠人 我是这样子想啦 我是 反正我现在啊 这个已经退隐了 那她那边缺人的话 我去帮她 是 应该的啦 是应该的啦 而且 也差不多啦 也差不多应该要去 去那里帮她 我就想说 我去一下 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 我想想 这么好的净土 还是先让大家先去 这么好的地方啊 让大家先去 我等一等 我以后一定去 另外呢 这个她曾经讲过 这一次啊 很多弟子来 也是问身体的毛病 很多弟子问 问这个 问事的时候 谈到身体有病 那么我自己看啊 心里也难过 那我们密教 有很多治病的方法 这个 玛丽兹天也有 那么 这个我妈妈 也跟我这样子讲过 你们有治不好的病 你到彩虹山庄去求她 她确实是这样子讲 我也确实是这样子讲 你去求她 因为求她的人比较少 因为她是新的菩萨 旧的菩萨都有人情 都很忙 新的菩萨没有人情 所以她讲 她跟我讲 你们有病 求她 她一定会帮忙 所以有一个例子 你知道我们那个西雅图 雷上是有联金法师 这个女的联金法师 她眼睛啊 她眼睛以前经常是 像海盗一样 海盗 你知道海盗 那个独眼龙 那个海盗 经常到一个独眼龙 那个海盗 是左眼还是右眼 左眼 她是左眼 她什么原因呢 就是飞蛇症 那个飞蛇叫背爪 台湾叫背爪 飞蛇症 是一种过滤性的 一种细菌 她没有治好的时候 跑到眼睛 整个眼墨都损坏 很严重的 所有眼科的医生 都看了 看不好 其实我也画符治过她 我世尊也画符了 不过我画符画一半 因为一半要留给我妈妈 画这一半 什么原因呢 画一半 治一下 是会好 好的时间不长 她又来 好一阵子又回来 好一阵子又回来 这个细菌很顽固 我讲的是说 我妈妈可以帮人治病 她去求了 到彩虹山庄 我妈妈的这个 住地 她住在那里的地方 她去求了 这一球 隔了不久 真的好了 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请她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实际的 眼睛有毛病的 有哦 我们地址当中有求眼睛有毛病的 很久了 眼科专科的医生都治不好了 求了就好了 她也有梦境啊 但是我忘掉她梦的是什么 但确实